民枪 包围家城依序民枪 代表部落族人至上最高敬意 台东达人乡图摆部落 巴加林鲁家族传统领袖 Galegai 宝秀美 5月12号应病纵事 享受78岁 21号上午在家中举办告别式 许多部落族人都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透过米酒 珠谷跟杜宏叶 部落五位布林奥 包括巴加林鲁家族首席女巫 Galegai的女儿玛玛万 一同借由传统仪式 为Galegai进行入恋 从布林奥手中揭霄杜宏叶跟母亲的指甲 Galegai长至包家红 正式扛起巴加林鲁家族传统领袖的 重责大任 表示会仅遵母亲的教诲 继续发扬台湾文化 对不起 我们的孩子都很忙 你都是一个人在家里 我是一个最不听话的孩子 你应该最清楚 我听话的地方就是 我一直完成你的使命 由于丈夫一年找事 Galegai靠着学校除工的微薄薪水 独自抚养七个孩子长大 在民国92年正式接任 巴加林鲁家族传统领袖 尽管资源相当有限 但面对祭典的举行 任何仪式跟贡品 Galegai仍坚持遵循传统 缺疑不可 七月份的收货界 这个要大量的那种 像小米酒啊 阿白洋 猪肉啊 之类的分享给自己的主亲 可是呢 他就是最辛苦 一直坚持下去 没有支持系统之下 自己操能 自己想办法 坚持了他的传统性 这是我对他最大的热烈敬佩 时代的变迁 造成传统纳贡习俗的支持系统 组建式为 Galegai依旧展现传统领袖 应尽责任 甚至在去年 组着拐杖 仍坚持抱病主持 五年一度的 马勒文五年纪 加成回忆过往 Galegai总是带领 部落三大领袖家族 执行各项技艺 如今随着Galegai的离世 对部落固然造成不小损失 但也表示会全力辅佐 新任领袖包家红 让部落文化继续代代相传 有时新闻 这就是台东达人 采访报导